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吧 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 跟一些利的人七天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 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堂念佛的同学 别说一个七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 什么原因呢 念佛不如法 最麻烦的事情是夹杂 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 这个就不如法了 固然要没有妄念 真正达到这个标准 不怀疑 不夹杂 不简短 七天七夜 真能成功啊 我们看净土圣仙路 网生传里面宋朝的银库发誓 那净土圣仙路上有啊 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 他的习气很重 他自己清楚 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 造的罪业太多了嘛 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吧 心水进转 那有什么法子 那么他就是由这一列自知之明 觉知虚业 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 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 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 就害怕了 如何能不多地狱呢 这秦教他同餐 这些同餐就给他一本网生传 所以他看网生传 没看一篇 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 看了之后啊 他自己发现 决定去往前 把房门关起来 念阿弥陀佛 三天三夜 不睡觉 不吃饭 连水都不喝 三天三夜了 置心 站立 真诚心呢 就感动阿弥陀佛 这阿弥陀佛就来了 他是三天三夜 真的人也受不了了 就念倒下去了 在昏沉睡眠当中 梦到阿弥陀佛来了 他是梦中 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 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的阳寿还有十年 你好好的 用功 十年之后 你受宗的时候 我来接一名 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 他说我的吸气很重 十年 这么长的时间 经不起外头诱惑 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 那还得了吗 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跟你去 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 也点头的 这样好了 三天之后 我来接应你 阿弥陀佛还是很高兴 这一下经刑过来之后 这事情不假 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 他三天以后往生 跟光木女 婆罗门女 这个境界完全相同 三天三夜 所以弥陀金山讲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 不假了 问题你能不能执行 你能不能不假扎 我们今天念佛 功夫不能成就 是在讲 现在怀疑 是比较上少 但是不能没有 那个怀疑 你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原因呢 你对于念佛 往生的道理 跟四十真相 没有透彻了解 所以你的疑心 没断 没透彻了解 真正透彻了解了 不怀疑 不怀疑 对于这个世间 绝对没有留恋 所以对这个世间 还有留恋 表示他还有一 断意深信 讲经说法的目的 就在此 真正帮助 帮助大家了 断意深信 然后 那个功夫 就是不假扎 果然做到不假扎 不间断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站着走着 坐着走着 不生病的 云科不生病 清清楚楚念佛往生 这个事情 到近代 都有很多人 我们怎能说不相信 他们为什么做得到 这个不生病 业障 残掉了 至心就能 残除业障 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 业障 你不肯认真去 残除业障 所以你还有病魔 残生 真心 忏悔 业障 就消除了 业障 病 这个残除 能够好 你真正 忏悔 那个功德 你这个冤家 债主的时候 也离开了 他也得好处了 得利益了 所以 忏悔 法门 说老实话 八万四千 法门 通通 属于 忏悔 法门 忏悔 两个字 寒敬 菩萨 修行 一切 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 不是忏悔 法门